二战后印度盲目自信,威胁中国割让这块领土,后来脸被我军打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刚开始,两国关系很融洽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而当印度出现粮荒的时候中国再次升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66万吨大米就急,但是到来上世纪50年代末,大印度联邦主义开始泛滥。 印度政府企图建立一个联邦席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西津、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西津、布丹等地区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 于是盲目自信的印度军队开始行动了,在中印边界东段把非法的麦克马红线作为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欺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算下来印度共欺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福建省的面积。 在领土谈判的时候印度甚至要让中国在隔让10万平方公里奉行前进政策,的印度军方继续侵占中国领土。 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此次战役挂帅的是林彪。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30万印度大军被6万中国解放军击退,战前解放军队印军的预估是实力相当于国民党普通军队。 结果打下来才发现,他们的战斗力只相当于国民党保安团等到战争后期,解放军已经进攻到离印度首都新德里部族300公里。 印度政府在首都周围挖起战壕,准备依托接向于解放军速死搏斗尼赫鲁。 还请求美国总统肯尼迪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在朝鲜战争中吃尽苦头的美国人才不傻呢。 就在印度绝望时,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显示了一个大国的气度和洒脱。 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印度在近些年又开始自信起来,不断在中叶边界制造事端。